這次會要繼續分享約翰福音的道理 今晚要來講的是 耶穌潔淨聖殿 在今晚的範圍 是約翰福音的第二章 從十二節一直到二十二節的這一段的記載 要來做道理的分享 還有我們在信仰生活的道理學習 我們現在就來讀經 約翰福音的第二章 我們從十二節開始 我們讀到二十二節 約翰福音的二章 十二節一倍清 這世以後 耶穌與他的母親弟兄和門徒都下加百農去 在那裡住了不多幾日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 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見店裡有賣牛羊鴿子的 並有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裡 耶穌就拿繩子做成鞭子 把牛羊都趕出店去 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 推翻他們的桌子 又對賣鴿子的說 把這些東西拿去 不要將我付的店當作買賣的地方 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者說 我為你的店心裡焦急 如同火燒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 你既做這些事 還嫌什麼神蹟給我們看呢 耶穌回答說 你們拆毀這店 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猶太人便說 這店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內就再建起來嗎 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店 所以到他從十里復活以後 門徒就想起他說過的這話 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 我們 這段所記載 耶穌在店裡 趕出這些做買賣的人 的主要是這一段的記載 那當然也包含在延續 在上一次的道理分享 說到 耶穌在加利利所行的 頭一件神蹟延續後面 的耶穌潔淨聖殿開始 然後又講到後面 耶穌的門徒信了耶穌所說的話 那我們在看聖經的時候 如果是我們這個 合和本聖經 都會有個大圈圈 有段落一個很大的圈圈 那麼一般來說這個兩個大圈圈的中間 是比較完整的一個段落 所以我才選擇不按照標題寫的 從十三節開始 是從十二節那個大圈圈之後 一直到二十三節之前的那個 就是二十三節最後一個大圈圈 等於這段內容是一個完整的說明 那就是我們讀這個合本聖經可以多一分的 了解它大圈圈的意思 那如果你拿其他的這個新標點合本 可能就沒有這種記號 那這是機會教育給我們做個參考 所以我們讀經讀久了 有時候可以學習不要去看那個黑標題 黑色標題不是聖經的本文 那是翻譯聖經的人 然後為了方便讀經的人 去了解這一段的意思 他把它著名上去 可是它不是聖經的本文 有時候加了這個黑標題是幫助我們 有時候加了黑標題 不一定是一個幫助 反而是誤導 那所以有時候我們讀經的讀了幾次熟悉之後呢 我們可以試著把黑標題遮住不看 有時候那個感受又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是跟各位來分享 我們讀經的一些聖經上面的記號 可以給我們做個學習 那再來的話第二個要讀經的時候 還有一個觀念就是 一定是後人在寫前人的事情 就是這個事情發生過了 然後後面的人或是後面時代的時間 去回想起以前的事情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讀經的時候 有時候會跟著劇情的時間跑 可是有時候經文的內容 又會插上一些後面的人 後面的觀念把它補充進去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讀經讀了幾次 有時候也要學習 有時候要學習跳來跳去 就是在當下的時間發生的事情的觀念 跟已經發生過的再回頭看 那個是不一樣的 因為後面的人都已經知道 這整個事情的發展的結果 然後就我們那個結論的心得放在前面 就寫在裡面 那不代表在當時的時間 大家都懂這些道理 正如剛剛我們讀的22節說 所以到他從十里復活以後 就是耶穌從十里復活以後 門徒就想起他說過的這個話 變性的聖經和耶穌所說的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讀了從十二節 一直到二十一節 這個段應該說這段的內容 有時候是按照他的時間在跑 尤其二十節是耶穌對當神回答的話 耶穌的門徒當場根本不知道什麼意思 他們也可能也懷疑 耶穌在說口氣很大的話 因為他們也沒有辦法去證實 耶穌講了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說聖殿拆毀 我三天內就可以再見起來 大家都不信 耶穌的門徒應該也很難相信 什麼時候相信呢 二十二節是怎樣 是跳到耶穌復活生天以後的事情 門徒才想起來 原來當時耶穌在聖殿那裡 回答當時猶太人的問話 所講的說聖殿拆毀 我三日可以見起來 原來不是講物質的聖殿 是講耶穌的身體第三日復活 是後面的人才經過很長的時間 印證之後才回想起來 以前講的是真的 當然我們在這個時代有時候讀很快 就那幾秒鐘就已經到了時間的最後了 可是呢我們可以有時候學習 站在同理心同樣的時間裡面 如果我們今天遇到了跟門徒一樣的情況 我們應該也是信不下去 哪有這種事情拆毀三天二復活 那這個也是讓我們在看聖殿的時候 要多一分的觀念 就是一定是後面的人在寫前文事情 所以在聖殿裡面有很多都這樣子 像這兩年一直在跟各位分享的 撒摩爾紀上紀下 有時候會寫說 以色列人出兵多少萬 然後為什麼要特別寫 猶大人又出兵多少 其實在大衛王那個時代 根本都是統一的王國 沒有再分 以色列人 然後單獨弄個猶大人出來 那當然也一定是 就是在國家分裂以後的人 在寫以前的事情 所以會帶上後面的觀念 在寫前面的 所以以前我小時候一直讀 明明不是統一的國家 怎麼要分兩邊 兩邊來計算 出兵的人數 或是在數算一些什麼數目 為什麼要特別猶大寫出來 原來那是後面的國家環境 來寫以前的事情 當然會帶上過去的觀念 那這是讀經的時候 我們應該有一點的觀念 那我們在讀經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受影響 或是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的了解 聖經的作者所要描寫的 對於過去發生的事情 還有對於跟神的關係 態度是怎麼樣 有時候加上後面的結論 是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的來認識我們的神 好 那我們進入這一段的內容 從第二章的十二節 他說這世以後 耶穌與他的母親 弟兄和門徒都下江百門去 在那裡住不多幾日 那就是在加利利的那場的加拿德婚宴結束之後 後續等於說大家還有相處在一起 那現在到了什麼 到了逾越捷徑的 從十三節開始 所以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這可以告訴我們 耶穌他並沒有違反 他自己所定的律法 他雖然來到世上成為人 他是神他當然可以改 但是他卻給我們榜樣 因為他領受這個做仆人的樣式 做人的樣式 所以你只要是人 就要遵從律法 這是耶穌給我們的榜樣 他雖然他是天上的真神 但是在不同的位置 就要有不同的觀念 做法還有各樣的陰淨的義務 他都要去行 這是耶穌給我們的榜樣 按照律法所定的 節旗道的要上耶路撒冷去拜神 而且是要全國大集合 這是耶穌要去做的本分 那麼這當然需要時間 還有路程的安排 你住離耶路撒冷近的 你就可以晚一點出發 你住離耶路撒冷遠的話 就要提早出發 因為那個路程 有的就好幾百公里 有的可能很近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時間點 以前要抵達 所以一般都會成群結隊 大家相約一起去 那正如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有聚會的時間 不管你住多遠 我們就是晚上八點聚會 那麼我們就要住遠一點 就早點出門 那麼住近一點 當然可以稍微晚一點 至少準時聚會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 從這方面也可以學習那一份 預備的心 預備要上神的殿去拜神 不論在古代 他們的全國大集合 或是我們在這個時代 每一次的 教會所定的聚會時間 我們都要早做準備 要來見我們的神 要來聆聽神的話 這個不只是時間的安排 行程的安排 還有我們心的預備 這都是可以去做學習的 那再來 十四節 耶穌到了耶路撒冷到聖殿 發現在店裡面有在做買賣的 這裡說有賣牛羊鴿子的 並有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裡 這是一個事實 那為什麼會聖殿會有買賣 做生意的這些商人在那裡 原來就是猶太人 事散在各地 他們願意遵守神的律法 要來聖殿 那麼進聖殿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要換錢 因為要繳聖殿稅 兩個人合起來 一個人要交半銀錢 半個銀錢 所以通常是兩個人合交一個銀錢 這是一定要交 那麼跟兌換錢有什麼關聯呢 有 因為當時是羅馬政府所管轄的時代 所以錢幣都會有羅馬皇帝的人頭像 或是他們神明的人頭像 神明的像 對於猶太帝來講 那真是大忌諱 怎麼可以有這些皇帝的揮號頭像 印在錢上面來用呢 所以在這個西律王 他有這個外交的手腕 可以跟羅馬的皇帝去談這個事情 那麼也讓羅馬皇帝可以答應 在猶太帝用的這個錢 是可以沒有那個羅馬皇帝的人頭像 還有那個神明的像 那所以你來就要換錢 說起來這是一個好意 就是一個方便 這些來聖殿過節的人 繳聖殿稅 可以換我們這裡可用的錢幣 這是一種服務 我們說這個 說起來是好意 但我說為什麼後面主要說去掀他們的桌子幫你趕出去 那稍後再跟各位說明 那還有為什麼要賣牛羊鴿子 因為要獻祭 那獻祭的話 這個律法規定要無殘疾 那如果說我從我家裡牽牛牽羊 我來獻祭可不可以 當然是可以 可是你這路途遙遠 你可能你牽了一隻牛或一隻羊 你牽到聖殿要獻祭的時候 有可能半路有受傷 或是這個路程過程當中 可能他患病了 你不知道 當要獻祭的時候呢 祭司檢查有殘疾 你這隻就不能獻了 怎麼辦 怎麼辦呢 祭司就說 那個聖殿旁邊有人在賣 你就去跟他買 方便 我說就是提供那個服務啦 至少聖殿賣的牛羊 品質保證沒有問題 那還有就是有的人 大老遠的他不方便 牽牛羊有時候是做 有的是做商人買賣 他根本沒有自己養牛養羊 他當然只能帶著錢來了 所以他需要獻祭的話 那就是就地購買 所以好意來說 是一個服務 是個方便呢 但是耶穌既然要掀他們的桌子 要把他們的牛羊趕出去的話 那麼顯然 耶穌知道 他們的內心是在想什麼 我引導各位看一段 一些經文 請看一樣 第二章 二十四 二十五節 二十四節最後一句話 二十四節是說 因為他知道萬人 就是耶穌知道萬人 萬人的什麼呢 二十五節最後一句話 因他知道人心所存的 這個表示說 耶穌他看到的 跟我一般人一樣 表面就是做買賣 你說好意就是提供服務 提供方便 可是耶穌是知道萬人的心 他知道人的心在想什麼 所以為什麼把他們趕走 顯然那個不是表面的現象 趕他們走 而是什麼 是內心所存的那個二 那一般我們合理的推測 就是聖殿是誰管的 大祭司在管的 能夠在聖殿做買賣 你想擺攤就擺攤嗎 不行 一定要怎麼 要主管單位許可 大祭司許可 那當然 許可的話 可能就要付出一點代價 是要繳權利金 還是你收入的幾層 要上繳到大祭司這邊 雖然聖經沒寫 但是這一定是有同意 你才能去做 然後中間 私底下是有收什麼利益呢 那當然人不知道 主耶穌知道萬人的心 那一般就會講到 那就是大祭司 在那時候的大祭司 就不是亞倫的後代 是用買的 誰出的價錢高 誰就是那一年做的大祭司 你只能做一年喔 明年換其他高價者得到 所以他付花那麼多錢 買了大祭司的職份 你當然要撈回來 就有點類似 我們在有人要選舉 花費了好多的錢 選上之後呢 他需要回本 因為他也要生存 所以這個是人性死難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都是很單純的弟兄姊妹 我們看的當然是表面 但是呢 我們所拜的天上的真神 是看了內心的神 所以在這裡 耶穌知道大家的 在這裡的心束不正 就把祂趕走了 所以就十五節 拿繩子做成鞭子 把牛羊都趕出去了 然後到處兌換銀錢 振著銀錢 把他推翻他們桌子 十六節又對麥格子說 把這些東西拿去 不要將我付的店 當作買賣的地方 好就是對商人說的 他沒有去指責 沒有跑去指責大家幾次 反正就針對這些商人 說不要把我付的店 當作買賣的地方 好那我們就暫且 我們就用耶穌講這段話 我們要來思考 在我們這個時代裡面 我們來到神的店裡面 我們來聚會拜神 要切記 要把主耶穌所講的這句話 記在我們的心中 不要把我付的店 當作買賣的地方 也就是說 今天在教會裡面 我們在這個時代 來教會聚會 就是單純聚會 我們是來面見神的 是來聽道理 我們藉由唱詩禱告 讀經聽道 讓我們更加了解神 然後與神更加的親近 那當然 附帶的價值 就是會人與人之間更加的親愛 因為我們會互相 大家都是公開透明的資訊 沒有那個秘密 應該說沒有那個秘密家庭 像我們在做 受洗審查的時候 如果這個來的目到者 都是不透露自己的家庭環境的話 基本上我們在審查的時候就會很謹慎說 這個人到底是誰 住哪裡也不講 家裡有什麼成員也不說 只說他就是來拜神的 來追求道理 一般來講 我們還是不會同意 因為根本不知道他是誰啊 做這個神秘的人物 我們通常都會謹慎 因為我們也擔心 這個神秘的把隱藏自己的身份 背景都不告訴別人 那來到受洗之後 是不是會來傷害我們的弟兄姊妹呢 因為不知道他是誰啊 萬一傷害之後就跑了 那我要找誰是負這個責任呢 所以作為教育負責人會很嚴格的 就是你一定要公開透明 你是誰 我們要操你的身份資料 你的身份資料給我們看啊 甚至於還要去你家家訪 去看看你的環境 去認識你的家人 所以我才會說 我們的弟兄姊妹 幾乎都是親朋好友邀請來的 因為這是我認識的朋友嘛 這是我的親戚啊 這是我的家人啊 那我們就可以放心的 來為這個目道者受洗 因為我們知道他是誰 他是我們同齡的誰誰誰 那個就公開透明 那我說這是題外話 來跟各位講 那等於說 因為我們有這個環境 所以我們大家 弟兄姊妹會互相的認識 互相的了解 關懷 這很好 那難免的 有時候會聽到說 這個同齡的 所從事的行業 是剛好我有需要 那無可厚非講說 那既然要幫 一樣我花錢買東西 我跟這個商人買 不如就給我們的弟兄姊妹 他賣一樣的東西 進來都是同一個廠商的貨 當然給認識的人 這是無可厚非 可是要記住 不謹慎的話 就會變成 這個 好意思說來教會才會見面嘛 大家來交換一下情報 可能究竟來教會你把東西給我 那麼但是呢 不謹慎就變成沒事就沒事 你有事的話就變成後面的 一連串的災禍就來了 因為可能 假設你們之間的買賣有糾紛 這不是教會主持的話 可是都怪教會 就是 雖然說 知道那是個人的行為 那是教會的弟兄賣的東西 可是呢 都會說什麼 教會 就在教會 所以真正 教會的同齡 其他無故的同齡會 平白的 會受到牽連 其實根本不是教會 在那邊開放讓大家交易 或是做一些 說什麼 借錢啊 或是做一些任何的買賣 所以我們要謹慎 就是 在 應該說 我們 能夠 守 聽道理 守這個 規矩的話 保證平安無事 就是我們說 在教會 純粹 聚會拜神 其他事情都不談 一定沒事 但是如果 我們要逾越這個規矩 就是方便啊 就來教會 才見面的話 那你要承擔風險 我常會表達就是 雖然 有的人說沒事啊 他信用很好啊 怎麼樣啊 都沒有什麼問題啊 我們只能說 那是剛好遇到啊 你哪一天遇到的是 信用不好 那變成大家又來 過來教會 像以前小時候 這個 常聽的就是 借錢 因為小時候 銀行借錢不容易 所以弟兄姊妹好意 就開個互助會 那大家就是集資 來幫助這個人 然後每個月 貪環 好啦 因為是方便 相助 那當然大家守信用 倒也相安無事 那後來出現問題的話 就產生了弟兄姊妹之間的 金錢糾紛 就是怪教會 然後嚴重的話 就造成教會的不和睦 尤其我小時候聽說的事情 到我長大 我當了傳道 然後負擔這麼多教會 多少都聽那些老長輩 講過去的事情 三十年前的金融風暴 怎麼現在大家的恨還在 那個有的軟弱就不來聚會了 所以我們就說 就是愉悅這個規矩 叫承擔可能的災禍 當然也有可能沒有事 所以我們不是在 我們的道理 不是叫我們去承擔風險 去賭一把 而是怎麼樣 絕對安全 是要完全守道理 就絕對的安全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 完全的就是 單純聚會敬拜神 不談任何買賣 那麼保證平安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有需要的話 是個人 上會回到自己的家中 我們在自己的家裡面 私底下去跟同齡 做這些交易互動 那個就跟教會無關了 那我們自己要去做這個判斷 這是在這邊特別在跟各位講 因為不同的時代所產生的那個事情不一樣 可是糾紛的那個感受跟影響是同樣的 所以我們要謹慎 那我們希望能夠來到教會 聚會就是單純拜神 這樣的話 保證平安 保證 大家都能夠享受在主裡的快樂 如果有這些利益糾葛的話 那個心就偏了 那甚至於有糾紛的話 那個 一樣來到聚會 來到教會聚會 看到那個人 你心裡就受影響 你不高興 然後你 你可能沒有辦法專心聚會 看到他你就一把火 那怎麼樣能夠專心拜神呢 那都是自己給自己挖這個陷阱 讓自己跳下去 所以絕對不要讓自己陷入危機之中 所以一定要謹慎 單純 絕對是有福的 所以記住 不要將付的店當作買賣的地方 好 那麼17節 這裡說他的門徒就想起金上基的說 我為你的店心裡焦急如同火燒 那這個門徒想起金上基的話 是當時想呢 還是後面好久以後才想呢 聖經沒寫 但是應該按照 如果按照我們剛剛講的22節所講的 有時候都是後面久了突然想想 不是遇到什麼事情 通了 原來以前發生的事情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這一段是一段這個詩篇 詩篇所引用的一段的話 我們來看這段的記載 我們來看這段的記載 詩篇的69篇的第9節 其實內容都一樣 他說 因我為你的店心裡焦急如同火燒 其實就是這段話 這是耶穌的門徒後來想起來 跟那個 那個 詩篇裡面的那段話一樣 那麼在 在我們國語的意思 那說 我為你的店心裡焦急如同火燒 就很急啦 是這個 國語讀起來的意思是這樣 那在聖經的原文 它的語法 就不是這個意思 在聖經的原文 直接翻譯成國語的意思是說 對你的店的熱心耗盡我 就是說 耶穌對神的店的這一份熱心 因為他主要是先用大衛 因為這是大衛寫的詩 大衛的意思是說 為了神的店的這一份熱心 他很熱心要為神建造聖店 來耗盡自己 自己什麼 可能自己的心思意念 可能自己的一些資源 所以聖經有記載 大衛王有心為神建造聖店 可是神沒有讓他的手去建造聖店 是讓他的兒子所倫王來建 所以大衛王有這一份熱心 但是神不許怎麼樣呢 好 他的熱心叫轉移怎麼樣 那好 既然不能我親手建 那我可以做做準備吧 去找人才這些各樣的建造聖店的工人 預備好 還有上好的石頭先找好運過來 上好的木頭先去準備好 然後去找尋各樣的資源 為建造聖店之前的建材做好準備 還有人才做好準備 所以這都需要那份的熱心去準備 去想 去執行 然後去頂盯這個進度 甚至腦子裡面一直演練不同的真實想法 所以就像這裡所寫的 因我為你的墊心裡焦急如同火燒 就是原文寫什麼 就是對你墊的熱心耗盡我 說起來大衛王終其一生 就是從商魂記下那一次想起 他觀察自己所住的墊是相伯木住的皇宮 然後神的約貴在帳幕裡 從那一次的觀察 他想起他要為神蓋聖店 那時候開始一直到他人生的結束 就不斷的在預備 在想這些怎麼建神的店 這就是大衛在寫這段話的原意 所以絕書用了這段話來講 看回約翰福音的第二章 所以十七節門徒就想起 耶穌在這裡這次的行為 把那個店裡面這些做完美 全部趕走 真相大衛 為了神的店的這個熱心 為了聖店好 為了這個弟兄姐妹好 來耗盡他一生的心力 能夠忠心的來為神的店 來做各樣的準備 或是可以為神的店做些什麼 那可以用在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們今天是有擔任教會的這些工作職份 也可以效法這段經文表達的意思 就是為了神的店的這一份的熱心 來怎麼樣獻上我們一生的歲月精神 我們各樣的恩事能力 能夠照舊教會 正如在安息事所分享的更多前述的記載 要可以求照舊教會的恩事 那有一些的能力 那個不是屬靈的恩事 那種本身在從小累積的能力 也可以來幫助教會 像我們小時候我們唱的兒童詩歌 權威主用那一首 摩西有牧羊帳 什麼保羅有學問 那等等的 不同的人都有存在的價值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的地方 可用之處 那我們可以把握機會 如果教會有邀請我們說 某某弟兄姊妹 我們邀請你來幫忙 我們這次什麼工作 那我們就早就預備好說 我在這裡請拆遣我 但是要受邀請 受拆遣我們才去做 如果說我們今天準備好了 可是沒有邀請我們呢 沒關係 我們就這個安靜學道裡 這才是我們主要要做的 然後是有機會能夠承擔教會的工作 我們就早就預備好就可以承接啊 如果說我們沒有預備好 你說沒有辦法 給另外有預備好的人去做 這個才是我們要去掌握 而不是爭取勝功啦 像我小時候常聽的 栽培孩子學鋼琴 就是要能夠在會堂 擔任詩琴的工作 好意是這樣 可是栽培孩子學了鋼琴之後呢 就變成恐嚇教會 恐嚇父親說 我孩子已經會堂張起來 為什麼不用他 那麼就變成製造糾紛 所以要記住 你預備好那是基本的功夫 要等候拆遣 有備拆遣 感謝零售來承接 沒有的話就是學道裡 安靜學道 所以這是小弟從開始 當傳道以後 不斷的在講台上要跟各位說明 因為聖經給我們的訊息都是 神所要的 是神呼召你才出來 而不是說我選我選我選我 沒有這回事 是奉差遣 那麼你奉差遣 你能做多做 那個絕對是有益的 沒有奉差遣的話 就要學習安靜 正如神的選民在曠野 我們說 如果以我們現在的觀點說 多做主功不落空 爭取做生功 如果你要這樣的話 你在曠野的環境不行 你必須是立位的子孫 你才能夠去抬勝氣 如果是由大的子孫抱歉 你就好好過著守道的日子 不要妄想 我要可以為神做什麼 不要把我現在的觀念 拿到舊約時代講 所以神 聖經給我們就是神定的 你想當祭司 只有亞倫的子孫才可以 無殘疾的 那麼其他支派的人說 我也要做祭司 沒有啦 你就好好過著守道的日子 就好 所以能夠做聖功 服侍主 這是機會 聖經寫的這些神所拆遣的任務型的這些先知 神的功能 有時候呼召 呼叫你出來 才做 工作完畢 要懂得 休息 充電 回歸我們正常的生活 沒有幾個人是被神用 就是終其一生為主所用 沒有啊 有些先知是任務型的 他只是呼召 一輩子 那麼長 他只被呼召那一次 短短的做工的那段時間 結束了 聖經也沒再記載他了 那就是 回歸我們正常的生活 我們今天這個時代也是一樣 有受邀請 那麼我們就出來為主所用 然後工作完畢 有的是任期到了 就要學習 要安靜聽道 學道理 道理才是我們的根本 做聖功不能讓你得救 聽道理 守道理 把道理行出來 才能得救 我一直常用的 約翰福音二章四十八節 末日審判的標準是 耶穌所講的道 道理才能勝過末日審判 聖功做多 你不守道理 一樣不能勝過末日審判 那做那麼多聖功幹什麼呢 不是在彰顯自己的那個名氣 要守道理 那才是實在 這是 在這邊 有感而發 一直在強調這個事情 那我們繼續往後看 約翰福音的第二章後面 好 十八節以後 因此 猶太人就問他說 你記住這些事 還顯什麼神奇給我們看呢 那麼 他們的意思說 這是神的店耶 你竟然把那個做買賣的 全部趕出去了 其實大家都已經受影響了 那麼 所以就問說 你在 等於你在神的店裡面去 算是搗亂 現家桌子 以 這個角度 你是來搗亂的 那你 等於說來搗亂 就是跟神對立 因為這是神的店嘛 你在那邊給人家掀桌 怎麼樣 那你還能顯神機嗎 因為猶太人的認為是 你能行神機 表示你是從神來的 那你在神的店裡面給人家 這個仙桌 把人家趕走了 這樣子 那個意思好像沒有跟神站在一起啊 你這樣子 搗亂聖定的秩序啊 這樣你還能行什麼神機呢 那就用了神機這個角度 所以說 這個店 被拆毀 我三天就可以再建立起來 你要講神機 我隨時跟他們講這個 那等於說就 就是那個話題已經引到神機上面 就已經跟前面那個 耶穌去聖殿趕他們走 就 沒有完全的觀念 是 是在回答 猶太人的問話 你還能行什麼神機嗎 然後就跟他們講一個 這個事情 那當然耶穌講的時候 可能一堆人就 就笑他啦 我們這個聖殿46年才蓋成了 你說三天就可以蓋起來 然後畫到聖經的作者到這裡就不寫後面了 到底是有沒有笑他怎麼樣 沒寫 反正就到此為止 那麼耶穌的門徒為什麼會信呢 也是22節說 所以到他從死裡復活以後 耶穌的門徒才信 那所以從這個時間到耶穌復活以後 還有好長的一段時間 門徒才明白 原來先前在聖殿講的那一段話 三天就會再重新建起他的殿 原來是指的耶穌自己復活 這件事說的 所以這個就是 有些道理也可以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讀經 可能當下真的是不懂 不懂不一定要一直專研的時候 一定要搞懂我才夠繼續往下讀 其實不用那麼辛苦 像我先講讀經 先不講查經 先講讀經 我以前小時候 就聽到這個傳道就說 有很多弟兄姊妹 都把聖經讀了好幾遍 所以我們要立志要讀經 那我當然聽得很受激勵 立志要讀經 從創世紀開始讀很精彩 50章讀完了 然後再來讀出來幾記 前面也很精彩 到後面開始在講條例的時候 我就讀不下去了 放棄不讀了 過了好幾年 又被鼓勵了 又起來讀 一樣到插幾記又卡關了 又不讀了 那時候腦筋沒有轉得那麼彈性 我就說其實可以跳 或是可以選自己好讀的先讀 沒有說非得要從頭 這樣子一字不漏的讀到啟示錄 沒有這回事了 所以那是以前自己真的頭腦不會轉彎 那也跟各位講 讀經不一定要按照順序 你可以先挑好讀的 容易讀的下去的先讀 那網路上都有那個表格 你讀過哪一卷的哪一章 可以做個記號 或是你自己 聖經如果是自己的話 自己在聖經上面做記號 也都可以 這一章我讀過了 而且讀經只是讀過就好 沒有叫你了解 只是讀而已 所以有時候光我以前 光讀就讀不下去了 那要查經的話 那就很辛苦了 那不管讀經也好 查經也好 讀到有不了解的地方 就做個記號 然後跳過去往後繼續看 那有時候是看著前面後面發生的事情 多少可以猜出來 這句話我算不懂 可是前面的意思跟後面的 前面發生的事情 跟這句話後面發生的事情 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顯然這句話很重要 我們可以把它記下來 以後呢 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我們懂了 再回頭想 哇原來是這個意思 原來以前不懂 這個 所以我們聖經沒有 非得說 我要馬上讀懂 有時候就是放著 有時候會要加上什麼 加上自己人生的閱歷 就是你要經歷過一些事情 有時候一樣的經文 到後來回頭再想 會有新的發現 過去我們可能讀的是忽略的 我常用的例子就是 以諾與神同行 你每次都讀這一段 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 然後神就把它取去 不再次了 其實我漏掉什麼呢 聖經還有一段話什麼 並且生兒養女 這一段話明明有讀到 可是呢 想的時候都把它忽略掉 所以以前我的誤會就是 哇 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 那就是要離開家庭 跟主耶穌一起走路 走三百年 不回家不用睡覺不用吃飯 這是我自己幻想 小時候後來 那後來長大了 再看聖經話發現 我漏掉那一段 明明寫在那邊 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 並且生兒養女 那個並且 以前我們學電腦的話 那個並且的話 就是end 那的話是 A和B同時成立 才叫做end 並且 我就以我以前讀 學電腦寫程式的那個觀念說 好 那這個並且的 所代表這兩件事情 一定要同時成立 所以與神同行三百年 跟生兒養女是一起成立的 就是成全的 所以我想想說 對嘛 原來我們現在 每個弟兄姐妹所經歷的生活 都是與神同行的 我們不用離家出走啊 是啊 我們在生活當中 有神的同在 光吃飯之前 會磨倒 磨倒就是 一定是跟主耶穌磨倒 你不會說跟其他神明磨倒 那就想起神 那就是與神同行的表現之一 那當然我們光磨倒都做得到的話 那其實在更多的 像光今天在座各位能夠來參加這場聚會 那真是與神同行的生活啊 在生活當中有神的同在 然後我以前 小時候也會聽 講道人會勉勵說 我要把信仰放在第一位 然後什麼什麼 你後面的你就排第三位 我小時候也是這樣子相信 信仰要放第一位 但是呢 我現在更跟我講說 我不是這樣排的 雖然我以前是這樣想 也是這樣被鼓勵的 這樣被勉勵的 但是我現在想喔 我的信仰 絕對不是我人生的第一位 信仰是我 像我人生當中的吃飯跟呼吸 吃飯 你再怎麼 病得再怎麼嚴重 人家說多少吃點 有體力 幫助這身體 病得再嚴重 多要吃 所以我的信仰 不論我再怎麼累 這怎麼樣 這跟信仰沒有衝突啊 我還是要禱告啊 要讀經啊 要來參加聚會啊 所以聚會我不用特別撥時間 以我們家的觀念來講 聚會時間 你就是要給我出現在會堂 所以我從小習慣了 所以對我來講 來到教育聚會 我不用撥另外安排時間 是放學 先到教會最近 然後去上會我才回家 降落才順 所以我以前背著書包 然後就到教會聚會 然後穿著制服 台上翻譯 穿著制服 台下領事 我就這樣子過我的高中生活 然後回到家 九點半 十點 早上五點半起來 要趕去學校 可是對我來講 不會累 因為這是我的家庭教育 就是說 就是像一樣 吃飯那樣的自然 所以沒有人會說吃飯很累吧 還有我波子之間吃飯 各種方法可以維持我們的信仰 你再怎麼忙 麵包抓來咬一口 也可以維持嗎 我們再怎麼忙 不會把主耶穌丟到一邊吧 會想起神 那個就是與神同行 像呼吸一樣的自然也是一樣 你在怎麼害怕 還是要呼吸嘛 一樣啊 我們再怎麼恐懼患難的話 信仰是跟呼吸一樣的 那麼自然 也像吃飯 也像呼吸那麼樣的重要 不吃飯 不呼吸 你就會生病會死掉 所以信仰對我來講 就不能說 排在我人生的第一位 第二位第三位那種順位 就不是順位問題 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這是我的信仰的觀念 分享給各位 那我們希望都能夠 在這個信仰當中 都可以享受 從生而來的好處 感謝主 我們何其有幸的 遇到我們的神 神是不能選的 就好像爸爸媽媽 我們不能選 可是我們都會說 尤其參加喪禮之後 那個後代的子孫說 感謝主耶穌 是給我這個媽媽 是給我這個爸爸 對我們很好 不能選的 我們都能夠 去感受祂對我們的愛 感謝神 我們所拜的神 是這麼好的神 神我們不能選 但是我們那麼幸運 我們創造宇宙的神 是這麼樣的慈愛 對人有愛的 要感謝 有些民間信仰的神 那就不是這回事 是我們說感謝主 一切都是為我們 預備來讓我們享受 神所莊盜的一切 那神給我們的道理 絕對是有益無損的 這是我今晚的道理的分享 那願主耶穌能夠 保守我們的心 可以記住祂的道理 可以記住祂的道理 一起享受 守到之後的歡喜快樂 我們來唱詩